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列王纪》上第四章18到37节 《列王纪》上第四章 我们之前提到有记载的两个妇人 一个是贫穷的寡妇 一个是大户的妇人 她们有个特色 她们都是敬畏神 在这个贫穷的寡妇 她有需要的时候 就来哀求伊丽莎 而伊丽莎代表神的话 神的同在 当一个寡妇 在当时候的一个 非常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弱势 当她开口呼求的时候 神就祝福 神就供应 神就同在 可是我们也看到一条线 把这几个神迹串在一起 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信心 这个寡妇如果不相信 先知伊丽莎的话 她就不会去借那个盆子 因为说实在话 这么穷苦 要去借装油的盆子 她其实是一个讽刺 你都穷成这样了 你到底想要装什么 要拿那么多器皿呢 对不对 所以她这是一个信心的突破 到昨天我们看到 这个大户的妇人 强留她吃饭 愿意接待她 那我们接着往后看 那个信心的主题在哪里 昨天提到妇人果然怀孕 就是先知伊丽莎 因为这个大户的妇人 这样的接待 那么就祷告神 神就赐给她一个孩子 那到了那时候 生了一个儿子 正如伊丽莎所说的 十八节 孩子渐渐长大 一日到她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 对她父亲说 我的头啊 我的头啊 学者在推测 这个孩子大概两岁三岁 最多到四岁 那这个我的头啊 我的头啊 就是说 后面我们知道 应当是头很痛 很不舒服 到底是什么疾病 什么原因 不晓得 可是接着呢 我们看到 这个孩子怎么样 她父亲对仆人说 把她抱到她母亲那里 可能这个父亲 她正在忙嘛 到她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 他们正在收割 那正在忙 很炎热吧 或者是 那个地方是工作的地方 孩子来说 哎呀 头很痛 父亲第一个反应 是去找妈妈 所以就把她抱到母亲那里 仆人抱去 交给她母亲 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 到赏货 这个注音说要念赏货 不过我们一般都念祥午 就中午 就死了 可能对这个母亲来说 猜想孩子可能 大太阳中暑了吗 或者是 这个孩子头很痛 比较没有活力 让他休息一下 是不是就好了 就把他抱在膝上 没想到过一段时间 断气了 声音很清楚地说 就死了 那这个妈妈 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 她母亲抱她上了楼 将她放在神人的床上 关上门出来 为什么是这个动作呢 按理说 孩子死了 应当立刻去跟丈夫说 或者赶快去找医生 赶快想办法 或者就是接受这个事实 就安葬了 在当时候的社群 人死了 就会很快地要进行安葬 没想到 她第一个动作是 把她放在神人的床上 所以这个妈妈在想什么呢 接着我们往后看 呼叫她丈夫说 我以为她去跟她先生说了 结果没想到 她是说你叫一个仆人 给我牵一匹驴来 我要快快地去见神人 就回来 所以放在神人的床上 她其实是在干嘛呢 她放在那个 本来接待以利沙的房间 放在她的床上 然后她要赶快地 去找以利沙 所以这个母亲 在孩子死掉的 第一个念头 她是要去找以利沙 以及以利沙的上帝 因为这个孩子 是谁应许给他的 是以利沙 是上帝 透过以利沙 应许给他的 各位东姐妹 有时候我们的生命 也会遇到这一种 很特别的经历 也就是说 这个工作不是祷告来的吗 不是上帝应许的吗 为什么去到工作 就发现事情不对劲了 为什么跟老板处不好 或者是跟同事 有一些张力 这段婚姻 这个关系不是 祷告来的吗 我们寻求很久 为什么经到婚姻里面 好像就有一些 不容易的时刻 为什么吵成这样 关系这么僵呢 可是我们看到 这个妇人 她在这里展现出 一个很特别的 一种信心 对不对 因为她后面说什么 丈夫就说 今日不是月术 也不是安息日 你为何要去见她呢 显然在这个家庭 有一些特别的时候 月术或者安息日 他们有时候会找 以利沙来 跟他们一起 来献祭 敬拜 甚至就招待先知 请先知为他们祝福 我在想 当以利沙住在他们当中的时候 这个家庭 一定也会巴着先知问 你怎么跟神亲近 教我们祷告 想要从这个 以利沙身上 有很多的学习 所以丈夫才会说 今天不是月术 不是安息日 你为什么要找她 没想到妇人说 平安无事 没有事 大家也是在思考 为什么太太这样说 有人认为 会不会是先生太 状况外 跟先生说 反而会坏事 也不见得 这里比较多 因为从后面的 这个妇人的反应 我觉得比较多 反映出 这个妇人的 那个信心 她把孩子 死去断气的孩子 放在神人的床上 她在做一件什么事 她在为神迹 做准备 因为对她来讲 这个孩子来的时候 她本来就是一个神迹 而有的 是一个应许 她相信这个上帝 不可能这样 好像跟她开一个玩笑 纵使是 纵使真的孩子走了 她也盼望 从神那里得着安慰 不一定得着答案 但是她也盼望 是从神那里得着安慰 所以她很快地说 平安无事 她相信上帝最后 会带领整个事情 于是背上驴 对仆人说 你快快赶着走 我若不吩咐你 就不要迟慢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妇人 她是非常能干的 她非常有能力 所以马上就做了判断 把孩子抱到床上 关上门 不要让人家发现 然后就很快把孩子安葬 还没有 然后赶紧跟丈夫说 帮我准备驴 她也想好的理由 告诉丈夫说 平安无事了 然后就告诉仆人说 快快走 妇人就往嘉密山 去见神人 这个路程 学者认为 大概有32公里 非常的远 骑着驴 不是我们现在开车 就算开车32公里 也是一个时间 当人断气之后 很快体温就会 越来越冷了 肢体就开始僵硬了 所以那个死亡 死后的那个僵硬 是非常清楚 这个是不可能搞混的 她先跑下去 32公里去见神人 就是伊丽莎了 神人远远地 看见她 对仆人吉哈西说 看哪书念的妇人来了 你跑去迎接她 问她说 你平安吗 你丈夫平安吗 孩子平安吗 伊丽莎看见也觉得 奇怪 为什么那么快的过来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 那伊丽莎在这时候 可能这个年纪比较长 吉哈西是年轻人 那她就跟吉哈西说 你先赶过去 你去迎接她 看看什么事 平安吗 是丈夫吗 孩子平安吗 结果没想到这个妇人 对吉哈西说 平安 那个西伯来话的 Shalom 平安 妇人上了山 到神人那里 就抱住神人的脚 她到了加密山 看到伊丽莎 这个时候 她才把她心中苦情 因为她一心 就是要找到什么 找到伊丽莎 我们说 伊丽莎她所代表的 就是上帝 这个孩子就是 上帝透过伊丽莎 给的应许 所以她在极大的 无助跟伤痛里面 她只想从上帝那边 得着安慰 当然她期盼孩子 能够活过来 可是她的心里面 她基本上就是想要 去抓住 曾经给她应许的上帝 抱住神人的脚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刚刚有提到 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一些工作职业 我们不是祷告玄求吗 为什么进到这个工作里面 遇到那么大困难 这段婚姻 我们不是寻求了好久吗 为什么进去之后 有那么惨的遭遇 关系那么紧张呢 我们一直没孩子 后来祷告 终于有了孩子 最后为什么 跟孩子的关系那么糟呢 很多的弟兄姐妹 曾经提过这个问题 但是在这里这个妇人 我们看见她的那个态度 有些时候 当我们遇到这个 刚刚讲的那些情况 我们就会对上帝 有很多的抱怨 甚至有人就离弃信仰 可是这个妇人 她只要到上帝的面前 她盼望神 你不是那样反复的神 这个孩子是你应许的 你为什么又把他夺去呢 那么也许你真的要把他夺去 但是我也要从你那里得安慰 我想这应当是我们的态度 上帝你怎么把我 摆放在这个职场 这个工作这么苦呢 神一定有他的美意 他看到我们不知道的 可是我们的态度 要像这个妇人一样 就紧紧的抓住赤下应许的 或者曾经带领我们的那个上帝 他就抱住神人的脚 那是一个完全的 你可以想象这个妈妈 她心里面的那个害怕 担心愁苦 恐怕眼泪都流下来 因为她的孩子 在她的面前断了气了 死去了 她一路上盘算 召集 她一定拼命的赶这个路 基哈西前来要推开她 因为这个不太合体统 一个妇人怎么会去抱住 一个男人的腿 但是呢 这个伊丽莎 神人说 有她吧 因为她心里愁苦 然后伊丽莎讲出一段话 伊丽莎很震惊 但是我们也很震惊 她说 耶和华向我隐瞒 没有指示我 伊丽莎的意思是 这件事情我竟然不知道 上帝没有告诉我 发生什么事 所以她的前色是什么呢 伊丽莎的意思是 一般而言 上帝都会预先告诉她 任何的事 所以伊丽莎感到震惊 这一次上帝竟然 没有让我知道 那我们感到的震惊是什么 伊丽莎跟上帝的关系 居然是清静到这样的地步 她不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 她感到很奇怪 各位同姐妹 其实上帝非常渴望 与我们建立这样清静的关系 所以伊丽莎 为着上帝没有指示她 感到惊讶 那妇人说 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 我岂没有说过 不要欺哄我吗 妇人她所表达的是说 我一开始 我并没有跟你要一个孩子 那个是你自己说 上帝要给我的 那你为什么 现在孩子又要把他娶走呢 各位同姐妹 当我们在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工作婚姻 我们祷告寻求 结果进到工作也好 进到婚姻也好 好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 遇到困难 让挫折 我们心里面也会有这个疑问 当时候不是祷告寻求 你那么清楚的带领 我进到这里 为什么现在 我却有那么多的困难 这个妇人 她一样有这个心情 可是她是紧紧的抓着神 我在说的是 很多弟兄姐妹 在这个情景里面 对上帝就有很多的抱怨 对上帝就有很多的 甚至离弃神 而这个妇人的态度 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纵使心中有愁苦 有疑问 她仍然紧紧的去抓着神 问上帝 上帝怎么了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把这孩子夺去 他仍然想从上帝那里得着安慰 所以我岂没有说 不要欺哄我吗 就是说你当时候说要给我孩子 我就说你不要欺骗我 意思是你现在给我了 为什么又要拿走 伊丽莎吩咐吉哈西说 你束上腰 手拿我的帐前去 若遇见人 不要向他问安 人若向你问安 也不要回答 要把我的帐放在孩子脸上 这个动作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伊丽莎动作比较慢 所以她也知道情况紧急 因为孩子断气 又赶路三十几公里过来 所以吉哈西年纪比较轻 就说那你先去 你拿着我的帐 帐代表权柄 代表能力 你拿着帐去 遇见人不要问安 人向你问安 不要回答 意思是 其他事都不要管 你只要直直的去 把我的帐放在孩子脸上 孩子的母亲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歧视 我必不离开你 这个妇人的反应 也让我们很吃惊 我在想 如果是你 你和我 伊丽莎已经吩咐了 她跟吉哈西说 拿着我的帐 先去吧 如果是我 我一定跟着吉哈西 回去看 我想要知道 放上去之后怎么了 看起来 准复乎的是上帝的安慰 上帝的同在 上帝的能力 她紧紧的拉着伊丽莎 于是伊丽莎其身 随着她去了 如果你我是这个妇人 这个中间是有耽搁一点时间 因为吉哈西一定还是比较快 可是这个妇人 她要的就是伊丽莎跟着她去 吉哈西先去 把帐放在孩子脸上 却没有声音 也没有动静 也就是说 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 也就是说孩子没有复活 吉哈西就迎着伊丽莎回来 告诉她说 孩子还没有醒过来 吉哈西先去 结果没有用 她又回来 那伊丽莎跟妇人 从这个加密山赶过来 所以在路上遇到了 伊丽莎来到 进了屋子 看见孩子死了 放在自己的床上 伊丽莎到了 她也进了这个屋子 看见孩子死了 我说 你看去三十几公里 回来三十几公里 孩子肯定已经冰冷了 已经僵硬了 她就关上门 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 我们前面看到 这个妇人是非常能干的 对吧 她马上安排好一切 就是赶快跟先生说 帮我准备一批驴 准备仆人 然后跟仆人说 赶快带我去找伊丽莎 不要辞言 然后她看到吉哈西说 没事平安 见到伊丽莎 她做了各样的努力 她去抓住上帝 抓住伊丽莎 现在伊丽莎进去 然后把门关起来 这个母亲 她只能够站在门外等待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如果你去体恤 父亲母亲的心 你唯一的希望 就是伊丽莎 可是在这个时刻 你只能够在门外等 那你想这个妇人 在门外会做什么 她肯定在那里 不住的祷告 也就是她在这个时刻 她只能够 单单的仰望神 她再也不能 依靠自己的能力了 她做了一切 她能够做的 而她最后 还是得用信心 去回应神 结果呢 这里说 伊丽莎关上门 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 她便祈祷耶和华 伊丽莎的心情 可能也是很特别 因为她说 这件事情 上帝没有告诉我 她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妇人的孩子死了 那她到了之后 她一样关上门 上床扶在孩子身上 她在祷告的时候 她就想到什么 想到她的老师 她的老师之前 也医治了 一个妇人的孩子 对不对 一样是扶在她的身上 所以伊丽莎等于是在学 这个信心激发信心 我的老师 他曾经这样子 然后依靠上帝 叫一个孩子复活 那么现在 我也要来依靠上帝 耶和华 伊丽莎的神在哪里 还记得吗 当他继承一波的时候 他就拿着衣服打水 约旦河的水 耶和华 伊丽莎的神在哪里 他在这里 他也要再一次经历 伊丽莎所经历的上帝 他就扶在孩子身上 口对口 眼对眼 手对手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 特别的动作 我们不清楚 圣经没有交代 不过伊丽莎显然 她是在效法伊丽莎的动作 那么既扶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 没想到 这个伊丽莎的身体的温度 就让孩子的身体 本来是冰冷的 慢慢有温度了 然后他下来 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 我们说伊丽莎那时候 一样三次扶在孩子身上 祷告又在 又是一样 扶在孩子身上 然后走一走祷告 好像是一个祈祷之物 对不对 在这里伊丽莎一定是 一直在那里祷告思想 然后呢 也扶在上去 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 又上去扶在孩子身上 这里记载很特别 孩子打了七个喷嚏 就睁开眼睛了 前面讲 她是扶在孩子身上 口对口 眼对眼 手对手 所以伊丽莎是扶在 这个孩子身上 突然间孩子打了喷嚏 这个七个喷嚏 那个孩子 当然一定是喷的伊丽莎 满脸都是 伊丽莎因为这个喷嚏 她一定就知道 孩子有了气息 活过来 孩子就睁开眼睛了 我不晓得这个孩子 有没有吓一跳 睁开眼睛 有一个人在她的脸上 那伊丽莎叫基哈西说 你叫这苏联妇人来 哇 这个伊丽莎一定是 大大松一口气 这个事件啊 一定也让伊丽莎的 信心大大的加增 因为这件事情上帝一开始 并没有指示她 向她隐瞒 她就是单纯的按着 她对上帝的认识 勇敢的去回应这个妇人的需要 她知道这个妇人心里愁苦 而这个妇人也坚持说 你一定要跟我去 那她到了之后 她也学习效法伊丽莎 她师父所做的 祷告 对伊丽莎来讲 她在那个时候也只能单单的祷告 结果 这个孩子睁开眼睛 她就松了一口气 伊丽莎叫基哈西说 你叫这苏联妇人来 于是叫了她来 伊丽莎说 将你儿子抱起来 这个妇人进来 门打开了嘛 那伊丽莎说 把你的孩子抱起来 没想到这个妇人 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妇人就进来 在伊丽莎脚前浮浮于地 她先跪下来 在原文她等于是浮浮 就是跪下来 在伊丽莎脚前 这个是一个什么动作 一个感恩跟道谢的动作 如果是我 我肯定先看看孩子怎么了 她打了七个喷嚏 眼睛睁开 她其他呢 手会不会动 脚会不会动 她有没有好的完全 她还认不认得人 那这个会不会 等一下又断气 有没有什么后遗症 就可能会有很多紧张 可是这个妇人 她的信心跟敬钱 就显在这里 她知道 从头到尾是上帝的工作 所以她孩子还在旁边 她先向伊丽莎表达感恩 其实就是向上帝表达感谢 我相信这个妇人的内心 充满感恩 充满敬畏 然后抱起她儿子出去了 再一次抱起这个复活的孩子 死而复活的孩子 她一定充满了感动 一定充满了对上帝的敬畏 一定对上帝有一个 非常奇妙的经历和体会 我们回过头来看 今天这段经文 她的经文比较长 不过我们可以 学到几个功课 一个是 这个妇人她有了孩子 不在她的预期计划里面 上帝给她一个特别的恩典 突然有一天 好像上帝就取走这个孩子 对妇人来讲 如果你要这样做 你不辱不给我 我当时也没有药 那你给我为什么要取走 我说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好像常常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上帝这不是你带领我的 这不是你引导的 这不是有几次的寻求里面 向我显明的 在我的职场 在我的婚姻 怎么会遇到这样的困难 或者上帝你怎么突然就拿走了 到底怎么回事 很多人在这个抱怨里面 但是这个妇人她没有放弃 她继续抓着给她应许的上帝 她等于是抱住伊丽莎 等于就是抓住上帝的应许 纵使孩子死了 她也盼望是从上帝那里得着安慰 从头到尾她没有离开 第二个我们看到伊丽莎 她竟然有一个惊讶 那个惊讶是 这件事情上帝向我隐瞒 他没有指示我 各位兄弟姐妹 我们好羡慕先知与神的关系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吗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我们以前有查考过 当圣灵降临的时候 彼得讲了一篇道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六节 他说这个圣灵降临的这个现象 这正是先知悦儿所说的 神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我的仆人和使女 他们就要说预言等等 这段经文我们之前就解释过了 他的意思是说 在圣灵浇灌 圣灵降临 普遍降临的时代 就是新约时代 耶稣升天之后 圣灵降临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 圣灵呢 他会用各样的 有创意的方式 来引导他的教会 引导他的百姓 各样有创意的方式 不管是预言 异象 异梦 不管是男女 男生还是女生 不管是少年人 还是老人 不管你的 地位是仆人 或者是主人 圣灵 会用各样 有创意的方式 来引导 他的教会 他的百姓 意思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像 以利沙那样子 当我们很深刻的 去明白神的心意 更多的亲近他 靠近他 我们应当像 以利沙那样 也就是说 好像生命当中的 很多的事情 上帝都有他的引导 上帝都可以 透过每天的灵修 透过我们的默想 祷告 上帝引导我们 帮助我们 对我们说话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并不是因为 以利沙特别 以利亚是与我们 一样性情的人 以利沙当然也是 我们都是人 可是神很乐意 跟他的百姓同工 神很乐意用我们 神很乐意与我们 建立这么样 亲近亲密的关系 以利沙她很惊讶 上帝竟然 这件事没有指示我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也盼望 能够像以利沙一样 与神这样的情景 最后我们看到是 这个妇人 她的信心 孩子死了之后 她不是就绝望 然后对上帝 有很多的怨恨 愤恨 没有 她是一个信心的回应 按理说 如果这个妇人 她没有去找先知 这个神迹就没有 她就把孩子安葬了 她就很痛苦 找了丈夫 然后还是死了 然后全家人 就在对上帝的疑惑里面 把孩子安葬 然后等到 以利亚又来到的时候 他们对以利亚 就充满了疑惑 但是这个妇人不是 她的这些行动 都显示她的信心 这个应许是上帝给我的 所以她就把孩子 放在以利亚的床上 她在等候神迹发生 她有个信心 她在预备神迹的发生 然后她急忙的 要去找以利亚 跟她的先生说 好像是一个 打从内里 一个信心的宣告说 平安无事 她对上帝有个信靠 这件事会过去 然后看到基哈西 她也说平安 她是一个 从内里 一个信心的一个宣称 一直到最后 当这个孩子复活之后 她第一个动作 是向上帝献上感恩 透过对以利沙的感恩 表达对上帝的感谢 所以这几个神迹 其实都在谈信心 也就是说 在告诉当时候被掳的百姓 你看 纵使你遇到困难 甚至是 孩子死掉这么大的事 你仍然到上帝的面前 紧紧地抓住他的应许 上帝都要带给你安慰 上帝甚至还叫孩子 死而复活 等于是在责备 当时候被掳的百姓 你们从头到尾 都没有信心了 都没有 不如这一个妇人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寻求了 可是怎么 还是遇到困难 或者 在应许当中 你所赐给我们的 好工作 好机会 为什么 主你又突然拿走 主 在这些疑惑 在这些痛苦当中 求你帮助我们 仍然紧紧地抓住你 尽管有些时候 好像就这样失去了 但是主 我们也紧紧地抓住你 盼望从你得着安慰 主 我们也好羡慕 伊丽莎与你的关系 然而主 你却应许我们 我们也可以与你建立 这样亲密的关系 求你帮助我们 有一个渴慕 透过每天的灵修默想 透过遵行你的旨意 我们越法地 与你建立这样子的默契 主 你也帮助带领我们 好像这个妇人一样 在面对生命困境的时候 是一个敬虔 有信心的一个行动 在最后 他也知道 要先到你的面前 献上肝恩 谢谢主 继续透过每天的经文 对我们说话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